Hi, my name is Kai Ewan 今天要來跟大家分享一下 Windows藍屏 就是你看到藍屏這個問題 哇賽,真的是高步 Hi, my name is Kai Ewan 今天要來跟大家分享一下 Windows藍屏 那為什麼會Windows藍屏呢 其實有非常非常多原因 那我最近CPU燒毀了 就在這裡 Hi, my name is Kai Ewan 今天要來跟大家分享一下 Windows藍屏 我Windows Hi, my name is Kai Ewan 今天要來分享 Windows藍屏 Hi, my name is Kai Ewan 今天要來跟大家分享一下 Windows藍屏 就是藍色畫面一出來 你就會真的,哇賽,真的是頭痛 到底發生了什麼事,電腦出事情 還是軟體出事情,還是硬體 就是這個 我來跟大家分享一下 Windows藍屏 那我前陣子因為CPU燒毀了 這個9920,兩萬多塊的CPU 就因為水冷bump故障 那我換了一個新的CPU 結果陸陸續續就出現了一大堆藍屏 那我就把它全部都把它記下來 就開 像是什麼 那最常 那我自己最常出現的像是什麼 那我最常出現的可能像是什麼 那我 那各式各樣的問題 那我最常出現的可能像是IRQ 或 Jesus Hi, my name is Kai Ewan 今天呢要來跟大家分享一下 Windows藍屏 那Windows 只要出現藍屏 你就是這樣的 腦袋一塊炸開來 就哇賽,不管是硬體還是軟體 你很難去瞬間知道 到底發生了什麼事 到底是軟體出現問題呢 還是硬體可能讀寫啊 還是哪裡發生的問題 Hi, my name is Kai Ewan 今天呢要來跟大家分享一下 Windows藍屏 那Windows Hi, my name is Kai Ewan 今天呢要來跟大家分享一下 Windows藍屏 那Windows每次出現藍屏的時候 都要瞬間這樣子閃過一下 然後你就要趕快去記起來 這上面到底在寫什麼 那其實我們待會會跟大家分享 一些工具 可以讓你比較清楚 簡單的方式 可以看到 到底是什麼軟體造成你的藍屏 反正你每次藍屏啊 不知道到底是軟體還是硬體有問題 那真的是很難去排除錯誤 那我就把所有 我這陣子因為CPU燒毀了 我把我的i9處理器 兩萬多塊的處理器燒毀了 真的是還蠻GG的 反正CPU燒毀 換了新的處理器之後 因為我沒有重灌Windows 所以整個就是一直出現藍屏 那我每一次出現藍屏 我就把它記下來 到底那個藍屏到底寫了什麼東西 那我就查一下